歡迎收看 這樣子的鞋版 好看 要好看 對 就是妳的鞋子了 歡迎觀眾今天的女人 我知道2020春夏鞋款來了 我們請教蕭文老師 你好 還有我們的班長他懂嗎 我懂得看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我知道怎麼樣就是 看鞋 對 看鞋 其實一個人的髮型跟鞋對的話 中間差一點其實無所謂 因為髮型乾乾淨淨的 就如同鞋子 乾乾淨淨的 有時候你看有的人 一個女生他全身都穿好 他鞋子突然穿一個不對 整個比例就是不對 細節 你喜歡注重細節 那個細節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我講的是流行 流行 你說現在 我看 現在以前是流行細根的 現在是流行粗根的 真的嗎 真的 有多粗嗎 多粗 像古希臉老年式這樣子嗎 沒有 以前都沒有粗 我看以前 蟹型根是不是 對 以前是流行 現在是流行粗根 是這樣嗎 小羽老師你來講講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2020流行的鞋款趨勢好了 第一個想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特殊的鞋跟 其實在這幾年都滿流行 就是像之前我知道新美姐 它有一些很可愛的鞋 後面一些人偶或者是 對 那種很特別的 或者是像這個秀款上面 後面就是踩著一朵花 是 藍花 對 然後各式各樣的鞋跟 對 我覺得它可以創造出來 就是那一種 就是你走在前面 大家回頭就超高 會有話題 對 人家就會開始聊 這鞋子很可愛 對 我覺得特殊鞋跟 也是今年的春夏 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細根還是有 對 細根優雅 簡單的 其實都是女生必備的鞋款 所以它們每一年都還是有 可是可能會在它的材質上面 細節上面多不一樣 有絲絨的 斷面的 像這樣不一樣的材質 對 再來的話還有就是 小貓根 小貓根 就是比中根再低一點點 對 因為那一天好像有人問我說 小貓根到底要多小 有點像酒杯根是不是 對 有一點點 比方說這樣好了 這就是有一點中根了 但是這邊的這一隻就是 像小貓根這樣子 有點像酒杯根這種的 對 叫小貓根 再來的話就是剛才那個 我剛才還在想說怎麼辦 沒有初根 來了 來了 很初 你真的懂 小鐘哥真的懂 我都有在挑釁 我都有在東區在注意 真的 有 我常看到你 你真的以前偷偷問老師了 對 東區那邊走來走去 我有在注意 真的 其實細根就是比較優雅 但反之就是初根的話 它就比較個性一點點 初根以前的根都會很無聊 但是今年的根也有很特別的根 因為跟前面的這種特殊根 去做一個呼應 其實初根也有很多種 再來的話 當然春天就會有很多花卉 印花 像這樣子的一些單品 我覺得像這種印花的部分 你可以去搭很多不同的顏色 襪子 襪子 去做創造 就很春天的感覺 我必須要呼籲 就是今年的那種春一些 春夏都會露後腳根 你們後腳根要趕快包牙 對 要包牙 你家人的 下鐵要到了 皮要趕快把它掛 你一直掛 你再保牙 再來的話 當然就是個性 我覺得個性的話 除了一些高跟鞋之外 還有一些削款 在今年的春天 還是很多的不一樣的削款 像這個就有一點 看起來很像網襪 穿了網襪的感覺 有平底的 有厚底的 然後也有粗根 高跟的削款都有 再來的話就是 剛才有講到印花 然後繽紛色彩 其實在今年的春夏還是很多 對 厚底來了 厚底 其實今年的厚底 就像你剛剛講 這麼舒適 像蟹型或者是厚底 現在就很流行 對 像實在 矮的 矮的穿那個真的會高很多 你為什麼矮的穿那個 你為什麼矮的穿那個 你這太重了 我已經很輕鬆 剛好 剛好 今天孤軍身材 都高 海軍算樂開的了 你算高的了 你算是一般般的 我跟他們幾個比夾 你算高的 我也有160 而且你紅色很高 我不知道我會有160 他很高 好 然後再來的話 當然是短靴 之前一直跟大家建議的 就是其實今年很流行 白色的短靴 當然到了春夏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短靴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好 對 再來的話 就是各式各樣的涼鞋 對 我覺得今年的涼鞋 而且有很多 纏繞跟綁帶的設計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提供給大家 就是2020年的鞋款的趨勢 好的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符合 老師的要求 海軍最愛買鞋了 對 我覺得我是家裡的 就是蜈蚣 真的 我先講這個好了 小箱款的 然後我選擇這一個 比較裸膚色的 它可以在我們的腳背上 可以做一個延伸 然後它前面 它就是用黑色的 然後印著它的一個小小的LOGO 它是很低調 對 但是我會 最後我會選擇是買它 原因是後面的跟 因為很少看到 珍珠會坐在鞋子上面 我看到它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它滿特別的 然後第二個滿優雅的 所以最後我就選擇它 也不會難搭 因為裸膚色 我會覺得應該是白搭的 妳穿很LADY 或者穿很牛仔褲 其實也很好 長裙牛仔褲好像都可以 因為這牛仔褲就是白搭的 而且就是顯得年輕這樣子 很好 可以嗎 老師 可以 而且它這個算是 比較經典的配色 就很好搭 因為其他顏色我不改 可是如果真的 就是到了一個年紀的情況 像我們這種55歲了 要買這種鞋 這個款式 這個顏色 要穿搭要很小心 要不然就真的變阿桑 會有一點點 對 所以要去注意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媽媽味了 已經是奶奶味了 會 你就會覺得說是 奶奶要去喝喜酒 因為它有珍式的感覺 珍珠的關係 奶奶還喜歡戴珍珠 不是 它的鞋板的型跟高度 都不是屬於那種難走的 都是比較有年紀的人喜歡的 好走很穩的那種 如果你喜歡這個品牌的 這一雙這種樣子的鞋 一定很好走 但是你上面的穿搭 就要很小心 對 很容易 很容易會有老氣的感覺 對 我來考慮一下了 50歲以後 好 不會 但是它也算挺好的 然後還有一雙高跟鞋 我覺得這個顏色 是在春夏當中 是一個非常討喜的顏色 其實這個是我在大概就是 過年前跟過年 大概這個期間選擇的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說 第一個過年想要討個喜氣 然後那個高度我也覺得其實 中心路還剛剛好 尤其又是戲跟 男生最喜歡戲跟 為什麼 因為戲跟穿起來那個 會感覺很性感的女生 男生看女孩子的那種角度 看鞋不一樣 對不對 妳是不喜歡戲跟嗎 我愛 對 OK 好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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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出人了 會出人了 海軍粗的 戲的 都可以駕馭 都有 好 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 剛剛說的那個靴子方面 偏個性的方面我也有 妳好像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覺得靴子類的東西 應該都是在秋冬 在NONO哥那裡 沒有 秋冬的時候才會出現 但沒想到現在春夏 竟然也有 類似裸靴就低瞳一點的 我會喜歡它是因為 它上面的那個星星 為什麼 有什麼特別嗎 因為我這次專輯裡面 我就專門去搜藏一些 有星星的那種圖案 耳環 然後衣服 然後襪子 對 然後鞋子 都要有星星 而且要喝咖啡 只喝星巴克 沒有什麼咖啡都沒有 沒關係 不是要合作對不對 穿起 穿起 工作用的 工作用的 不要亂跟老公講 我坐在妳旁邊好緊張 我跟她老公很熟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又好穿 然後搭什麼 搭其實八分的裙子 還是那種褲子來講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好搭 尤其是她是黑色 而且穿上去心情又好 因為她是 為什麼 黑皮鞋 黑皮鞋 那不是有新的魔術嗎 對 然後她的跟 其實我還覺得還蠻 蠻特別的 蠻有個性 對 有一點像三角跟 今年也是很流行 所以有像牛仔靴了 就配牛仔褲很好看 牛仔 配牛仔褲 妳什麼都配牛仔褲 只有牛仔褲可以配是不是 這配牛仔褲很好看 之前就是牛仔在穿的 你要尖頭 然後要叫 還有後面要有一個心 對 因為要踢馬 然後真的 然後要拿牛仔褲 鞭子 其實我覺得這雙 我有試過這雙鞋子 搭那個雪紡的長洋裝 其實蠻好看的 對 不一樣的那種味道 對 這個我也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雙我會喜歡它 是因為最近IG上面 開始一直在燒 然後我每天在滑手機的時候 就不小心有一天 就把它燒到了 然後它特別就是 它是用黑色的那種網紗 用兩層的網紗 去把它包覆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用一些 科技的一些材質上面 去做一些拼接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有個性 然後也不失它的優雅 然後其實還是有點 女性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它四雙鞋的Style不一樣 對 完全都四個完全不一樣 它腳上的那一雙 五雙都不一樣 因為女生買到一個 你會發現它怎麼穿來穿去 都穿超樣的 都類似 對不對 就會有這種毛病 可是它這個五雙都很好 我覺得它可以 值得繼續再買下去 而且在不同場合都可以 穿不同的鞋 而且五個都是不同品牌 對 然後五個都是跟都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對 然後鏡面的跟 我也覺得很好看 然後後面它 這個叫做那種小提把的部分 我也覺得它也是很有 很有心的 也是秀出他們的那一些 英文的LOGO 我覺得是還滿漂亮的 這個搭牛仔 真的就真的很好看 好看 對 可以嗎 老師 可以 那你還有什麼推薦的 給貴婦 貴婦的 OK 好 剛才有講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靴款 我們先從靴子開始好了 好 這雙厲害 可以試試看 它其實就是剛才有講到的 就是有一點膝部感的 像這樣子的靴款 今年真的很多 像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來試試看 而且它的 它也是用它們經典的這種格紋 然後再去雕刻在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花紋在上面 所以顏色上面其實也是 也是有對比出來的 有欣欣 有 有欣欣就要買了 買了 看一下 而且它好像也是三角根 對 三角根 今年的春夏是真的滿流行的 三角根 我很怕這個LOGO滿滿的 我不喜歡外露的LOGO 可是這個靴子我會買 我們很有趣 我覺得很 不像他們家的東西 會粗的 比較一般比較保守的樣子 比較Funny 有趣一點 然後更有個性一點點 因為它其實現在換了設計師之後 它喜歡把一些經典去創造出 不一樣的感覺 更年輕化 對 然後像有同款 類似的學款 像這個也是 對 它也是繽紛的顏色 然後也是做低的這種三角根 你先穿這個洋裝 你再換另外一隻腳 好 顏色剛好粉嫩的顏色對到很好看 而且它都 兩雙都可以搭 它超方便的 所以今天洋裝在哪買 主要是直接洋裝買 好好看 對 其實今年很多這種長的洋裝 都可以搭像這樣子的靴款 然後去蓋住它也OK 還有小碎花對不對 今年也很多 因為這種反擦感的話 其實感覺會比較年輕 對 當然這種比較繽紛的顏色 也有黑白的靴 像這樣子的靴 我覺得海瑄姐今天穿的 是這樣子一套洋裝 雖然有一點點女性感 可是搭了靴款之後 反而更個性 更突出了 我覺得今天也可以試看看 他講得很好看 這一雙拖鞋 拖鞋 很保持 這是上落四十的牌子 對 感覺在杜拜穿會很厲害 對 然後就是做摩毯來著 對 還有神燈 阿拉丁 阿拉丁 他怎麼被你們這樣子 我穿上去會很滑稀的感覺 我覺得很優雅的洋裝 反而配像這樣子的鞋款 好看 好看 對 就是你的鞋子了 而且那種有沒有 像你們就是會去水晶指甲的人 對 弄這種東西就好好看 所以說今年有很多的鞋款 像這樣子的良鞋 或者是跟鞋 它其實上面都會加了一些 像珠寶 在這個地方 然後去創造出 有一點點復古 但是又是新潮的感覺 真的 那雙拖鞋你要買 真的 我覺得 這個也可以 我買拖鞋 這樣子的 一樣是 這個我真的就沒有了 出根 出根的 有一點蟹型的這種感覺 有一點復古 阿狗狗的感覺 對 這也超配你的洋裝的 對 是不是這件洋裝很擺 對 洋裝 這件洋裝 洋裝哪裡買 真的要買 其實我覺得像這樣子的鞋 最好搭配的就是洋裝 所以像這樣子很秀氣的感覺 然後去搭這樣子的鞋 反而是有反差的這種效果 對 我覺得這樣子的 視覺感也會很好看 對 然後它又帶有 一點點民俗風 那當然你們要想要搭短褲 或者是像那種八分褲 有帶一點點像阿狗狗那種 八分褲 其實也可以 帶一點點復古感的那種 八分的寬褲 或是微喇叭的那樣子的褲型 也很好看 當然是真正的貴婦 買鞋沒有上限 沒有預算 有 這件現在是朝貴婦方向 沒有 對 宇涵 我的鞋子 基本上是分成兩種 另外其中一種就是 我會願意花大錢去買下來 可是我喜歡留作的是經典 就他們那個牌子 像妳這雙腳上的就是經典 人家想說 女生一定要有雙法輪提諾 就像女生一定要有一個 Chanel包包是一樣的意思 或者是愛馬仕包包 就是我覺得 他們說女生很有珠寶 一定要有一個Harrison 對 Harrison 營室一定要有一個Kunhar 這樣講不完 講不完 所以他們就說 就是那種法輪提諾 那妳看那雙鞋多少錢 妳會買 這一雙 兩萬塊我會買 那妳猜它多少錢 兩萬 我猜差不多兩萬到三萬之間 對 差不多 台灣大概三萬出 對 我剛才說有分成兩種 另外一種就是 我連牌子都不會有 非常非常便宜 兩三百塊的鞋子 因為我們平常拍戲 鞋子太容易穿壞了 絕對不可能穿這種鞋子去拍戲 所以那種鞋子就穿了 就丟了的那種 對 可是這種鞋子 我就會買自己很喜歡 然後經典的 就我來介紹一下 就除了這雙法輪提諾鞋以外 就這個是 這雙鞋也很有故事 它就是酷脊的懷靴 為什麼我當初會想買這些雙 我覺得女生露 這個地方很漂亮 那要漂亮的 有的粗粗的就是要避免 什麼叫粗粗 有時候腳踝比較粗 它穿的話會感覺 腿會更短 腿會更短 有的女生好 沒有腳脖子 對 沒有腳脖子的那一種 我又喜歡 像這個 把人聽懂這種鞋子 我喜歡有一點毛釘的設計 所以當初才會買這一雙 但它就是有一個 很坎坷的小故事 這麼酷 就我要跟大家講就是出去外面 晚上喝酒 或是去跟朋友Happy的時候 千萬不要穿貴的鞋子 所以你旁邊已經變這樣了 我其中有一隻腳被我 另外一隻腳踩破 這個地方 有 難怪我剛剛看到 但就是可能喝醉 有點亮槍這樣子 然後就踩到自己的鞋子 所以這雙鞋大概只有穿第二次 可以穿第二次就變這樣子 對 就是我那時候 已經不知道自己可能 其實這個這樣要踩到的機率 距離很低 很低對不對 可是不覺得很可惜嗎 你看 因為它前面很好看 它就是滿有個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 這雙鞋可能是極普通 這雙黑色的高頭鞋 很經典 對 可是它在經典最好看的地方 是它後面的鎖頭 漂亮 對 就是它鎖頭的地方 應該大家看這個鎖頭 就知道是什麼牌子 我覺得這雖然很簡單 可是我喜歡 而且它一定很好穿 很好穿 因為它也沒有到很高 很高那種 就是現在的鞋子好像都是那種 中跟鞋 對 女生抽彩最初 對 然後這一雙就是 這也是經典 最經典的婚鞋 就是女生結婚的時候 常常聽到人家講說 結婚就是這麼大的好日子 不知道要穿什麼鞋子 女生就會更加這一次 花大錢買一雙好鞋 它就是最經典那種婚鞋 Gimmy Choo這一種鞋子 而且它有很多高度你可以選 對 而且它還有漸層的 它很漂亮 它不是只有單一一種顏色 它還有漸層上來的 它是美人魚的那種系列的顏色 對 也不一定要結婚 像我們這種不婚的也可以 對 穿出去 我也沒有 我也還沒有 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經典 就是你穿那種鞋子出來 就很有氣質 就給自己一雙 買20歲也要 每一年都要有一個 20歲以後 21歲也要 也可以穿 而且這一家折扣很常打折 真的 你有常買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我去Outlet有時候常去那邊 它折扣都滿多的 真的 你都先看有你的尺寸 通常買 那你有漸層的還是 它有出男生的吧 它有男鞋 有 我以為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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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特別的喜好 喜歡收藏高跟鞋 她喜歡你剛剛那個 平底涼鞋 有珠寶的那個 她一直鼓吹買 對 買來送給她這樣 她一直鼓吹你要買 那看有沒有43 43 43 我會想要 它重點支架有 可是卻我所知 通常這種經典的 經典款比較不客氣 經典款都不太會有折扣 當季流行款會有折扣 對 可是經典很深色 經典的很少 對 然後再來這雙就是 我喜歡它 很簡單 其實我的鞋子其實 它也很有名 大戶很小便 就是都是 而且我很多黑鞋 其實都很像 而且我發現很多黑鞋 就是我很喜歡穿那種 安全色的衣服 裸色那種 就是比較 我不敢嘗試太亮麗的顏色 所以我喜歡買 這種安全的顏色 它的鞋跟很特別 是這樣子 飛出去的 對 然後我喜歡它外面這個地方 就很簡單的 讓大家知道是這個牌子 可是不會太花 對 這一雙我覺得也很精便 OK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海菸姐有一雙的 我是紅色的 都很喜氣 一個紅 一個桃紅 就是難得有一雙紅鞋 我就挑了這個牌子的紅鞋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非常 也是一定 就是這個牌子的經典款 然後也很好穿口 而且我覺得你買鞋 而且不能期間買的對不對 沒有 我買很久了 而且我原來買鞋子 都買得很棒 因為你都很常穿 我看底都滿髒的 對 有的鞋子都欣欣的 都完全買了 就供在那邊 它這個很 是在說誰 沒有 有的鞋子 有的鞋子 都欣欣的都完全買了 就供在那邊 它這個很 這在說誰 有些朋友 我有些朋友 你也要去播唱片嗎 而且投資一起 去宣傳 通常都是高跟姐放在袋子裡 要上台的 上台的時候 很珍惜 穿上去 怎麼樣很珍惜 對 會珍惜 對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如何 它投資的鞋 真的都是 很多品牌的經典款 其實怎麼樣穿 怎麼樣搭 其實都不會有錯 我這邊也推薦一些鞋款式 它比較好穿 也比較好搭的一些款式 比方說 它就是很簡單 厲害 這個紅底鞋厲害 好亮 略懂是不是 我懂 你剛剛那個 Jimmy就是那個 Sace & City 他們最愛穿的 這是為了這集有去鼓勾 有去鼓勾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勾一下 快就鼓勾一下 好美 妳穿好好看 妳穿真的好看 美 我是妳男朋友 我就立刻買了 真的 真的好看 你趕快追她 對啊 你趕快答應她 趕快倒催她 而且他們家的鞋很性感 包括腳背的這個地方 這一塊V的線條 露得剛剛 對 其實很有女人味 然後露一點點的 紫縫的感覺 對 就很像女生的乳溝 對 就是那樣的小心感 因為有一些人 紫縫會露太長 露太多 其實不好看 就太多 隱隱約約的反而是最剛好的 這樣剛剛好 漂亮 一樣 因為他們家的羹 我們再 好 這樣 斜的嗎 因為它家的羹 其實都很細又很高 但是像這樣子的高度 算是比較好駕馭 對 另外的話也有這個 剛才妳那雙有鉚釘嗎 我上面有一個 很帥型的這一個鉚釘 在這一個地方 而且它的鉚釘是大小顆 好漂亮 的層次的 更有味道 我有發覺還滿喜歡 鉚釘類的 比較酷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像鉚釘 水鑽 就很適合妳的 今天像這樣子的一個穿搭 對 然後還有包括像這個 這也好性感 很美 好漂亮 然後有一點點透視的效果 這雙真的很漂亮 然後再加上上面的水鑽 閃閃發亮的感覺 真的 這雙也是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完全穿上去透膚的視覺感 會讓人家覺得 妳好像沒有穿鞋子 可是妳的腳閃閃發亮 好閃 我這邊腳都好閃 很美 像這樣的鞋子 好漂亮 Can't take my eye out 真的 好 我們來試試 真的好漂亮 它上面的水鑽真的是 反閃發亮 很閃 而且它透膚的感覺 其實已經約約透露出性感 完全側面都看得到妳的腳 腳的一個女性的線條很美 很有氣質 像這樣子的感覺 再來我推薦一些平底鞋好了 因為我覺得今年的春夏 很流行平底鞋 當然像這樣子的草編鞋 好可愛 只要有用上了這種印花 春天的花卉 或者是這種Morgan 他們原本的這種 鴨花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很經典 而且穿起來也會顯得很年輕 而且我看愛的迫降 那女主角她有穿 類似那一雙的鞋子 就是這個花的 花的那一雙 你真的有做功課 有那一雙 你還在說 你還在追劇 厲害 我們哪有迫降到 我們一直以為 你只有追魔術 沒有追劇 連劇都有這麼長 都有 而且你看很細 你真的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真的 然後再來的這兩雙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 反差感的 因為其實今年的女生 你也可以試著去穿看看 有一點點像男生感的這種皮鞋 但它比較特別是做 像這一雙是做得比較編織感 對 這樣子完全的一個編織 好中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一雙 其實這幾季都很流行 厚底 這種大底 像輪胎底 像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可是它也是 好像飛竹流那一種 這一種是文青的女生 我很喜歡 這要配色穿什麼 大概什麼 其實我覺得上面很Lady都OK 對 然後有一個重點就是 今年你也可以運用襪子去創造 OK 它是一雙黑色 可是你可以運用一些 個性的襪子 或有顏色去衝突 對 然後再去搭很優雅的 甚至是用白裙也可以 對 可以 這一定要很可愛 這一雙很實穿 這好可愛 這好看 這個 這雙很可愛 而且它旁邊就是有做這個 鏤空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搭各式各樣不同的襪子 就可以創造不一樣的味道 這個好可愛 他一定要穿襪子的 好可愛 可是這個 大家看起來有沒有像那種 很秀氣的那種 馬力真鞋的變形 然後變平底 然後有一點點個性的感覺 有 有一點 對 除了平底鞋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涼鞋 像這樣子的涼鞋 它就是比較像運動款的涼鞋 但是搭配了這種華麗的水晶 在這個地方 去創造出這種反差感 我們可以試套看看 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種涼鞋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穿 而且它又有水鑽 更難穿 其實不會 就是用個性的單寧 明白 對 或者是用 比較女性的這樣子 柔美的洋裝 但是去讓它反差 對 打破大家的印象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穿搭的方式會比較好 好 OK 謝謝老師 他還是對於個子不高的人 有一個真的是屁股 就是膝蓋要長好 不要讓人家發現膝蓋在哪裡 就不會讓人家知道 你這一段的空間有什麼 對 沒錯 小織女代表 小織女的代表 荷包小織以外 身高也小織 我就是說身高小織 妳就說身高小織 沒有 因為我小織小織 妳的工作量 其實妳應該已經小富婆了 也沒有 我會覺得鞋子這種東西 畢竟要踩在地上 所以我就會 比較捨不得 花那麼大的錢 真的 因為像鞋子 我就覺得它是 像車子鞋子 都是在地上走的 你就覺得地上好像 這個才要投資吧 這個才重要 在地上 房子我覺得OK 對不對 好 我目前觀念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因為鞋子 你要有很多的季節 去改變它的流行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投資的範圍 大概落在 然後有一個品牌 其實它的鞋子 就大概在這個範圍 然後它又很特別 我先講這雙鞋 因為這雙鞋 兩 三千 他們就是 他們差不多定價是 可能三 四千左右 可是他們常打折 所以都落到三千 拿一下 對 A拍頭 對 這家 然後可能因為 你真的都知道 我知道 這雙可以領多一點錢 真的很認真 男生皮鞋很好看 黑色的皮鞋很百搭 對 它的鞋子很常會有一些 調皮的設計 譬如說像 它這個其實設計 有點像潛水布 然後後面也是 像輪胎那種材質的 所以它是這樣 魔鬼沾這樣黏的 然後這個鞋帶 你又可以綁上來腳踝 像老師剛剛講說 就是要有一些羅馬的 纏繞 對 這雙鞋就完全符合 然後又是細根的 所以性感以外 它又有一個運動休閒風在 所以不管你上面穿的是 休閒運動或是洋裝 其實它那個反差 都會讓你看起來都很適合 而且它平街的顏色也很美 好看 對 它有一些銀光色配在這裡 我喜歡後面黃色的 對 這雙也是 這也是兩 三千 這也是打折完兩 三千 對 這雙鞋子也是我覺得 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些跳色 你看 這很像彩虹 這走一走會不會哭去 不會 這雙鞋子 還可以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個子不高 所以我很難收集這種懷靴 老師應該有發現 我其實大部分懷靴很少 你要穿膚色的 對 但是這一雙我穿給大家看 是它還是可以 就是讓我的腳 不會空間太少的原因是 它的這個跟夠高 你看它是不是很貼 好貼 貼很窄 貼你的肉 它就有一點像那個 襪套學的小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個子不高的人 如果你下面再有一些鬆糞的話 會看起來很像什麼東西都 層層的 然後就不高 可是但是這個好看 好看 對 而且它的顏色也是很調皮 你可以配休閒 或者是洋裝都好看 然後我要講的是 就是還有懷靴 我很常會收集的 其實真的就是膚色居多 除了剛剛這種鮮豔的顏色 它就要有一些條件符合 我會收集膚色是因為 我們的這個腳背 長度真的沒有人家那麼長 所以我其實都會有一點小心機 就是像我穿懷靴的時候 我一定會穿這種裙子 是把膝蓋遮住的 你看像膝蓋遮住 你就不知道我的這個到哪裡 可是這樣一拉開 你就知道其實在這而已 但如果我遮住 你會以為我的小腿很長 我的小腿好像不磨 真的一節 我以為說你的膝蓋在這個地方 那是什麼地方 可能大腿根部了 沒有 所以我覺得穿懷靴 對於個子不高的人 有一個真的是祕訣 就是膝蓋要常好 不要讓人家發現膝蓋在哪裡 就不會讓人家知道 你這段的空間有多長 老師我是不是很了解自己 很了解 我先來一雙 膚色的這個襪套鞋 好了 有一點藕色 也是很貼 對 像這樣子 其實佩潔在選靴子的時候 就盡量是貼腿的 會是最好的 這樣子的比例的效果是 會比較無限延伸的效果 然後還有就是肩頭 比較適合它 如果多了一點點頓頓的 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的比例就會壓縮 肩膀拉長 要深長 這顏色真的滿特別的 對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像是這個 一樣是膚色 但是它是漆皮的感覺 這個就是很經典 很簡單 你出席任何的場合 其實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這一個膚色的話 它的顏色其實是滿淡的 但因為你的膚色又比較白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 跟我滿接近的 這樣的視覺效果 其實有更延伸的 如果兩隻腳比起來 這一隻又更延伸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當然 好高 就是前高 後高 如果要這麼高的話 佩潔一定要選擇 前高 後高的鞋子 有防水台的鞋子 視覺上的話會更好 來 其實佩潔現在穿的這一雙 其實它的防水台 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做透視感 壓克力的透視感 超級高 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幾季防水台反而少了一點 對 但是如果你把防水台 用得比較有趣的話 它看起來就比較不會像 退流型的感覺 佩潔地方好適合你 真的 比例好好 超高的 所以說佩潔第一個 在選擇高跟鞋的時候 當然裸膚色 對 然後還有包腿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款式 就很適合 另外的話我也可以推薦 就是這邊的 各式各樣繽紛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你的個性 其實你可以去嘗試很多 繽紛不一樣的東西 它自己運用的顏色 對 很跳的顏色 我覺得都很適合它 但是我們就是掌握一些原則 比方說尖頭的部分 像這個很可愛的小魚口 在這個地方 好可愛 只要是尖頭 然後這邊也有開一個V的 這樣子的視覺效果 都可以讓你的腳背 做一個延伸 對 我們來試這隻腳 它這雙也很好看 好看 好看 這樣整個搭起來是什麼 鞋的腳更白 對 因為你的膚色的關係 所以很適合去搭這些 繽紛顏色的鞋款 因為看起來腳會更亮 真的 像這樣子的鞋款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也滿特別的 真的 這一雙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因為佩姐比較害怕 就是截斷這件事 對 但是如果你是運用這種 透明的感覺 其實就不會了 就不會有那種問題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看到它的設計 包括鞋跟 它其實也是做這種 壓克力透視的一個效果 然後去呼應這個袋子的部分 但是後背的這一塊 包上來 其實也是很優雅的 一些女性線條的設計 然後再看前面 我們也有做一個 在這個地方 也是做的這種 有一點PVC 包膜嗎還是 PVC 對 在上面有階段的感覺 不會 像這樣子 就不會被階段了 真的 就會很好看 你可以問一下 另外的話 我覺得像這種 金色 這個就是超出現 超可愛 今年的春夏很流行 像這樣方口的設計 然後 好方喔 這個藍色 對 繽紛的顏色 它的線條切割得很俐落 很像那種 那種切割器這樣 然後出來的這個形狀 這種 金色 這個就是超出現 超出現的 超可愛 超出現的 你最喜歡這種 我跟你講 這種女生穿都很性感 是 男生看了會很喜歡的 纏繞住的 就是有纏繞 就是有性感 對 然後它又是這種 斜切過去的線條感 會很美 對 然後我覺得這一雙 其實佩潔就是 有時候你要出現一些 唱合的穿搭 其實就很OK 又很優雅 對 比較女性 女性一點點的感覺 對 性感 謝謝 還有最後一個 我都以為沒有人了 嗨 因為我 一矮 還有一矮 沒有什麼 身為真正的小資 你就還在社會上打滾 所以我的預算就是 2000以下 或是1000以下 甚至兩雙 1500 大概是這樣子 1500 我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我腳上這一雙 這雙的好處是 男女都可以穿 因為它是男鞋 女鞋都有 然後它是台灣設計師品牌 然後它比較中性 就比較沒有那麼LADY 可能就是說 如果有喜歡 可能就是去爬山 或戶外運動 所以我其實都可以穿 因為它是真皮 然後它其實是防水 它是真皮 防水 對 而且是真皮 我是馬刀防水穿 前面是防水 前面是防水 它塑膠的 它不是薄 它是皮的 皮的 可是我覺得它防水 你給我看看 怎麼畫面 是真皮 對啊 真皮 你為什麼把你腳抬起來 這什麼 這雙多少錢 這雙大概2000出頭一點而已 不超索潔 男生的鹽 可以 有男生在鹽 男生有 真的男生 男型女鞋都有 一千出頭 2000 兩千多而已 真皮的 真皮 真皮 你幫他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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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我幫你買 謝謝 麵膠 沒有 麵膠 就是 對 就不會說 只有女生的事情 就可以跟男朋友穿情侶鞋 然後接下來 就先來看這一雙 這一雙其實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是在東區的店 韓貨店 然後韓貨店那時候 價錢大概是3千多塊4千 它其實就是仿皮 因為我很喜歡白色 然後我那時候看很喜歡 可是因為4千多 我真的有一點要想一下 所以我就回家上網購找 然後經過就是不離不棄的找 它1千多以下而已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絕對一模一樣 連材質都一樣 而且妳上次 妳上次參加 是不是就穿這一雙 參加這個節目 好像是 妳很漂亮 謝謝妳很好 因為上次我穿這雙 剛好跟她同一集 對 上次妳也在 對 我想要買的都帶不走 對 那老師買很多東西 對 然後它 因為有些平衡的鞋子會搖腳 就不是那麼好穿 但這雙真的超好穿 真的 對 它也很好走 它的根也是落在一個很剛好的Size 舒服的 對 重點是皮真的很軟 它也不會咬妳的腳 好 接下來就是 這是一個set的價錢 我還在家買了這一個 白靴 我好喜歡白靴 一樣的 一樣的 只是一個長 一長一短 顏色有點不一樣 有一點沒看出米和白 對 它的版型是一樣 只是 對 它一個比較長筒 可是因為我覺得長筒靴 其實它可以 氣質也可以帶一點個性 就是搭在洋裝 或是說短裙上面 短褲也可以 那又很帥性 所以我就很喜歡 那這一雙大概是 一千沒有差太多 然後我那時候是這兩雙一起買 所以這兩千以下 很便宜 很想問找 然後還有再來是這一雙 這一雙是網路很有名的一個牌子 然後這一雙是跟一個KOL的聯名款 在網路上小有名氣 它很可愛 稍微少女一點 然後也是第一根 也有星星 海君姐 星星 對 真好錢 這雙很便宜 這雙很便宜 這雙大概 買了 包色 而且它有金色 對 它知道這一雙 你知道這一雙 對 它的星星有分 這雙很紅 好 然後現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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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穿那種 彩色卡通的襪子也很好 都可以 這一雙才一千六 想都幫你 想都輸了 我都想有沒有個尺寸 是誰 可以賣定座 我賣一個問看 設計師看 台灣的人家可以定座 可以定座 對 這一雙 太便宜了 謝謝 老師有便宜 超便宜的 CP值超高的 心疼的 來 來 這邊 來 我這邊介紹的幾雙靴子 因為 薛妮就是比較個性的感覺 所以我挑出來的鞋款 都是比較 特別一點點的 比方說 剛剛有講到這種西部牛仔 其實停價的也有 這個其實很便宜 是一千三百多塊 真的嗎 對 我剛剛在看 但是我建議大家就是 因為 以前流行這樣子 穿這種靴子的穿法 就是你可以把牛仔塞進去 但是今年的話 你可以穿波西米亞的感覺 對 然後有一點點浪漫 然後飄映 或者是大地色調 然後服裝都是很大件 Oversize 寬寬的 然後搭像這樣的靴子 好看 對 然後再拿一個留書包 像這樣子的效果就會很好看 為了這個靴子 還要再去買個留書包 還要買過西米亞的洋裝 洋裝 然後剛剛有講到的白靴 其實也很像的 但是這也是一千多塊而已 對 正白色 剛才妳戴了一點點 這種乳白色的 對 這是正白 所以今年春夏要 正白 OK 正白也可以 正白 然後這顏色又更明亮 好愛白色 我八年的褲子 整片都是白 白色的 再來這邊的幾雙的鞋款 其實是比較特別的設計 然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年的春夏很流行 方頭的 對 像這樣方頭的設計 然後 好方 這個藍色 對 繽紛的顏色 它的線條切割得很俐落 很像那種 那種切割器這樣子 對 然後出來的這個形狀 它就後根 對 但是它的根很特別 很可愛 它也是做一個壓克力透視的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你不行 你要去喝酒 不行 會採進去 我會弄壞 會弄壞根 我會採進水溝蓋 對 會斷掉 很特殊的根 像這個根都不一樣 對 白色的也是扁扁的 對 對 然後 三角錐嗎 它是有一點酒杯 它也是壓克力的 這個可以 這個OK 然後卡布在一層 對 然後剛剛有講到那個 後根很特別 它這裡後根也是做一個薄片 它其實有一點點那種 三角形 在這一塊 其實也是很特別 所以今年在選擇 這種比較個性的高跟鞋的話 也可以從 比方說它前面的這個旋 旋 屏的地方 然後還有後根 不一樣的一個挑選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顏色好美 對 它也是帶了一點點 淡淡的灰藍色 你的皮膚這樣好黑 然後它前面 我覺得前面的這個線條感 也滿有趣 在這裡這樣一層一層的 視覺感 然後再加上這裡的線條 是做一個鏤空的設計 好好看 然後整個到後面的 所以這個穿起來就是 我反而覺得你 薛寧你穿短褲 應該要穿這種 這種 看起來很漂亮 不要被截斷的 對 就會有延伸的這個效果 然後我覺得 像這樣子的 白色 白色 其實在今年的高跟鞋也有 那根好 對 可是我們看後面 後面它是愛心 它是辣椒 愛心 它裡面有藏一顆愛心 真的 這樣有看到嗎 然後這邊還有做一個字母的字樣 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我發現它的底也是愛心 真的 對 它底也是愛心 這邊也是一個愛心 然後裡面又藏了一個紅心 對 我們來試看看 對 清雲節到 我想要送這個的話也好好了 清雲節不是過了 沒關係 而且每個月的17號都可以 白色 而且它包括 可是不可以送女生鞋子 你看它走路 你給我個一塊錢 可以 可以就等於說跟它買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它前面的這一塊 你也是愛心 它也是做了一個愛心 對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弧度 所以它滿滿的愛心 對 然後白色的鞋子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很害怕 白色其實很難駕馭 其實不會 今年的春夏你就是選白色 或者是那種繽紛的顏色 去做搭配都很OK的 好 對 然後我 這邊 剛才講到的繽紛的顏色 當然飽和色系 對 然後還有像這種初更的 也是今年可以去投資的 上面的話就是有做這種 綁帶的效果 你可以去做一個纏繞 我喜歡綁帶 像這樣子兩塊 比較性感一點 真的 比較性感 對 剛剛不是喜歡纏繞那種尖 現在又喜歡綁帶 你到底 他喜歡繫跟綁帶參 繫跟 對 也是太形容鮮 這形容鮮 記憶 另外除了 另外除了素色款之外 當然就是有一些圖紋的 動物紋在今年的春夏 還是有的 你也喜歡 對 然後剛剛的繽紛顏色 或者是這種條紋的 故意聽老實講 你已經在想那些 你在想色情的對不對 其實好的高歌姐會讓男生的性質高 真的會不會 你害羞的臉紅了 好 最後就是還有像夏天到來 也有像這種條紋的這種感覺 然後去拼接大地色調 包括它的跟也是做一個拼接的效果 好耶 對 這個是推薦給小織女的部分 好耶 好耶 今天大家 還有這個老師介紹的 所有剛剛跟鞋在哪裡買 下載你任務最大APP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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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